每周三 每周六 九天钻石更新 也对 因为我们的思念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这么多苦难 但是 事到如今 哪怕是被清算 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吧 东陵君 没时间被上了 我这就把你送到索耀塔第四层 极界之塔 灼层之兵 即刻 降临 东陵君已死 你们用元气大伤 还留有几分实力 待主上脱困出塔之时 我便可助主上一臂之力 将你们与五地虫一同炼化掉 化作主上的养分 现在 乖乖让我折磨吧 可恶 虽然紫荆现在也身负重伤 但以它不死黑雕的恢复力 我们的灵力恢复速度完全离不上 恐怕全部到江汉处了 东陵君 怎么可能 你不是已经魂飞魄散了吗 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介仙人 总有几分压相抵的手段 神魂散归天地前 勉强还能凝聚一丝力量 虽然 只够一击 天舞浩劫毕竟是因我们而起 我现在这副样子 已经不能再多做什么 就让我为你们做最后一件事 来弥补过去犯下的罪孽吧 蠢祸 居然为了不相干的人自我毁灭 不 这才是我千年前 所认识的东陵君啊 这样一来 也算是帮清城 异补一些过失吧 你说你这次怎么这么抗拒呢 可恶 灵魂笔月为什么流失这么快 上次明明持续了百年 进入这一层的时候 剥离了修尾 再加上这锁链压制 吸干你 何须百年 你怎么进来的 我来 抓三儿 你是暴肿了吗 没修尾 揍人还这么疼 但是你别忘了 你在这等同于废人 我 可是吸了魂泪的 还不把我老公回来 你 你 我 书贤 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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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让我看看 确实是个美人啊 干脆你也来助我修行 众人合力在索妖塔周围布置阵法 方知可能会从塔里出来的是燕青城 紫荆死后海妖势力群龙无首 大厦女帝独孤灵验 协商率领饕窃军等 剿灭青角五地城内海妖 并将城外海妖尽数驱回大海 经过几个月的血战 天舞联盟带领百姓们重返五地城 建立家园 轩辕雨昕和歌夫人统合地下势力 纠察人间 防范残留在天舞大陆上的上界眼线 而李禅则带着其他人驱往了某处秘境 紧锣密鼓的修炼来提升实力 应付未来可能到来的大战 世界逐渐和平 太多仰望成绩百年 周围尽世帮人冷言 万里秋风寒光照一山 浮了昏月无悔半生之年 逍遥突然求一万千 舞杯定盘舞蹈绝点 宿命情感 生死恩怨 孤身冲破着你继续练 天舞大陆 任我独宰 你今中等一个神败 你转发变幻 几秒一彩 无名之为一款英雄乞丐 天舞大陆 任我独宰 少年人煎熬也不改 天地灵气 随我血脉 任我装天地伤害 继续的灵气 尽量核心 回头 先死 早前 快点 救典 大陆 更加热 早前 能够 无は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明明迷和凡人无异 不 不 让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会不了的人 纪罗狼都存在五三王层 白莫淘汰 下一个 气候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层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打掌秦玄宗 真的 你让他九层料去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河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命连已经经脉尽碎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你能来吧 情侣 大 大师兄 大师兄 比赛 将作为游戏大boss 给我无头 开始新的暴险 里面 啊 这都是一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这被人东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阿 快去扔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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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的电视了 朱颜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功出去 先要补起新智 牢记金轨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了 从今天起 朱颜我就帮你开启修为 选一把 尝尘世上最强的剑